反服貌學生占領立法院 昨天學生代表跟社運團體 一起召開了記者會 宣布將要發起下一波的行動 呼籲支持他們的群眾 星期天一起站出來 大家在凱達格蘭大道集結抗爭 向政府施壓 學生代表與公民團體 共同站出來在議場外 宣布將擴大抗爭活動 將戰線延長到凱道 呼籲公民朋友在3月30號 中午1點走上凱道 向馬政府宣戰 馬190錯了 快要撐不下去的 不是我們 就是馬政府 國外面外所有的群眾 所有的人民 再次向馬政府宣戰 立法院要跟我們談 立法院要在國民黨談 這個地方的底線拋入對手 等於是你完全的兩位的手法 這些傷 這些血 這些眼淚 不應該擺一個頭上 學生代表要求退回 佛貿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 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並要求朝野立委共同支持 先立法再審查佛貿這四項訴求 學生代表強調 330上凱道沒有結束的學檢表 一路延伸到立法院 直到馬政府有正面的回應為止 學生代表也呼籲朝野立委能夠 個別簽署承諾書 支持先立法再審查 目前雖然已經收到民進黨團的共同聯署 但希望能收到立委的個人承諾書 目前人數還在統計當中 而台獨大佬使民也坐著輪椅 進入議場內聲援學生 前教育部主命 莊國榮 也獻身議場演講 希望為抗議的學生帶來力量 記者 林溪玲 國王 衛生小組 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